不同时段的我都各有不同 就像三条过海隧道那样 不同时段、不同收费 当中又怎能指得私家车 我当然知道 当然还有商用车和公共交通工具都受惠 在不同时段、不同收费方案中 的士使用三条过海隧道 全日或一收费25元 而商用车辆 包括货车和巴士就收50元 从善物流运输业20年的Penny 经常都要送货过对面海 由于隧道费要自己承担 所以基本上只选择一条隧道 现在你用开什么过海隧道 通常都是用红隧道 为什么 因为收费比较便宜 是,如果真的趕时间 我会不会用西水 应该不会 为什么 因为收费实在差太远 新方案下三条隧道的收费有变 Penny会不会转行其他隧道 你觉得新方案出了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当然好 因为西水会减价 我去西区便可以走西水 不用失控罪 应该日后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地 去选择 应该要走的隧道 Penny还说以后多了时间休息 可以多踩几段赚钱 缩短了塞车时间 可能我们可以多多时间 去接多点单 可以赚多点钱 会否多了休息时间 因为工时一般 我们做运输都比较长 所以应该相差很远 至于的士司机和市民 又认为新方案对舒缓交通制室 和增加生意有没有帮助呢 我想应该有的 因为前方那边 前方那边 前方那边 如果是价钱便宜了 应该有很多人选择走西水 做多几转 生意多些 塞车真的很痛苦 会否多乘客乘搭呢 因为西水都便宜了这么多 会多些人走西水 肯定乘客就 这方案也好 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西水不用这么贵 人楼一定会分了去 两边平均分 因为一边贵一边便宜 一边实际便宜那边